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来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报告显示 美国1月裁员人数增加一倍多 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随着金融和科技业雇主 启动重整工作 全美1月份的裁员人数 达到82307人 比12月的34817人 激增136% 这是自2023年3月以来 最高的月总数 报告显示 金融和科技业1月宣布的裁员最多 雇主厂以重组 关闭工厂 单位或是商店作为裁员的理由 金门事件之前 波音第四季亏损减至3000万美元 波音公司宣布将第四季度亏损 缩小至3000万美元 并增加最畅销飞机的产量 然而波音公司拒绝提供 对2024年业绩做出预测 这表明自1月5日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运营的 一架737 MAX 9飞机 在飞行途中 机门掉落以来 波音公司的营运存在着不确定性 美国梅毒病例 创1950年以来历史新高 根据CDC的报告 梅毒病例在过去一年当中 增加了17% 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80% 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2年 美国报告了超过250万例 梅毒零病等病例 不过官员们对先天性梅毒的流行 最为担忧 CDC数据显示 2022年有超过3700名婴儿出生时 患有梅毒 比过去10年增加了10倍 控酿成火灾 BISO召回14万个充电式吸尘器 由于吸尘器的电池组 可能会过热并冒烟造成火灾 BISO宣布召回Multi-rich多功能吸尘器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络BISO 获取如何免费更换吸尘器说明 BISO已收到17份吸尘器冒烟 并散发出烧焦气味报告 三起造成轻微财产损失 两起造成轻微烧伤报告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